我們每一天都在各地 昨天是在中南部 那今天到雙北地區 晚上到桃園 明天還是桃竹苗地區 然後接下來要到高雄、屏東跟台南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在中部地區再回訪 最後在民主首頁 主席昨天有看到侯友宜市長的發文嗎 您看了什麼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立場 在野黨有在野黨的天職 在面對這麼阿爸的執政黨的時候 我們不站在民眾的身邊 我們不跟民眾站在一起 誰跟民眾站在一起 我實在很懷疑 也真的不敢相信 民進黨的朋友真的希望萊豬進口嗎 民進黨的朋友真的反對公投跟大選 能夠結合在一起嗎 能夠省錢又省工嗎 民進黨的朋友真的不顧整個能源都穩定 跟空氣的清潔嗎 民進黨朋友真的能夠容忍破壞千年的藻礁嗎 如果為了一黨之私 這樣子的全面封殺 每一個公投的議題 那台灣還有民主 公投還有意義嗎 所以我呼籲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在最後的時刻 我們都站出來 用民意來表達 用民意來顯示出我們對執政當局 目前所作所為 大家認為不對的地方 告訴民進黨 告訴蔡英文這個 主席那你覺得 因為你之前都有說 侯市長會事實表態支持公投 所以你從他昨天發文中 你覺得他這個是事實表態支持公投 我已經跟他強調過 執政黨的執政黨的阿拔的地方 我們國民黨必須要有國民黨的立場 在野黨有在野黨的天職 我們必須站在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也必須要對民進黨所作所為 提出我們的看法 必須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好 謝謝 OK 好 謝謝 我們站